我是袁山 因此挺拔旗宇宣浪才高霸的 為國人名之愛幫老外軌倒的中華爾語 我是袁山 我看看一下 我只是跟著鄉民進來看見到的啦 就當是社會人士好了 一起參與一起參與嘛 國文教學內容有網路投票決定好不好 好 我讀文言文都不會 把文言文刪掉啦 我以前讀古文都讀到睡著 會消磨我的學習意志啦 刪掉 還有啊 為什麼只有古文老師有投票權 對對對 把數學老師跟體育老師都叫過來投票 這樣才有多元啊 我還要叫我爸媽來投票 爸媽最聽我的話了 讀什麼古文 根本就封建威權已讀啊 唐宋巴大家都是造神啊 還有賴神 情神 凡神厲害嗎 好啦 經過517人的投票 有高中生 大學生 各科老師 家長 還有社會人士 以後 高中生的文言文必讀 我們決定就只要讀十篇啦 等一下 太荒謬了 誰反對我們就是封建 你是國民黨的走狗 那黨國語你也又出來了 想讓我們讀古文繼續吸我們腦嗎 首先 你們課審會只能修正我們提出的課綱 沒有自己決定課綱的權利 你們已經程序不正義啦 巴噗巴噗 慰安婦有自願的 你們這樣封閉式決策 有多元民主嗎 國民黨提程序正義不就呵呵好好笑 還有 捨棄一堆經典的古文不讀 選一個在台灣的日本人的作品 到底好在哪裡 那日本人就玻璃心碎了啦 日本人寫得很棒啊 不能因為唐宋巴大家比較有名或者主流 就選擇他們的文章嘛 我們是台灣人 當然要讀台灣人寫的東西啊 寫得比中國古人爛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愛台灣嘛 憑什麼唐宋巴大家就是好 你們這些古文老師用什麼標準 我就覺得日本人寫得很好啊 我們選用這20篇古文的標準是 聽不懂啊 你這就是專業的傲慢嘛 你們反文言文 去選擇日本人的文言文 到底在哪裡 說要去中國化媚日 但不是更加證明 日本人也愛中華文化嗎 你不懂 我們的教育要改革 要翻轉啦 被安復就是性工作者 我沒有失言 也不會道歉 別說了 你就是不愛台灣 你就是滿腦的將肝文化 沒有尊重台灣主體性啊 你們愛台灣愛到是非不分嗎 學一個領域 本來就要先從這個領域的專家開始研究 學中文本來就要先學優秀的古文啊 你們這些人講的話 如果套用在數學、物理、化學 看看有多可笑 欸? 憑什麼自然科的教學內容 要由自然老師來決定 我們來決定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跟理想氣體方程式 要放到課本裡嗎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耶 欸... 圓椎曲線跟三角函數哪個要先教啊 我不知道耶 在教的時候 我都在街頭抗議沒有上到課 都刪掉啦 這些東西消磨我的學習意志啊 元素周期表為什麼要按照這個順序 是誰訂的 就威權嘛 不能只是因為安培跟法拉第比較有名 我們就要去讀他的東西 這樣不就是造神 冷次定律、歐姆定律 學這麼多死的東西 會扼殺學生的想像力跟創造力 學畢師定律幹嘛 他又不是台灣人 他是希臘人耶 牛頓跟達爾文是英國人耶 學這個沒有彰顯台灣主體性啊 我們台灣人的課本 當然要先教台灣科學家發明的理論啊 難道沒有台灣人自己發明的運動定律嗎 你不愛台灣